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个《芒向快报》的时间 今天就是2020年4月13日星期一的早上时间 这里有我许刘山 还有马来西亚马来近 大家好 还有澳洲真BC 你好 大家好 记住赞这段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报》 《晒冷气》 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不要错过了 不知道是不是很多听众都要留在家里工作 或者可能暂时活动范围都要缩减 因为刚刚看到一些新闻说放假的人都去了赤柱 都不愿意走 很多人很离谱 把口罩就到处扔 这个很可忽 我们讲一下一些新闻 或者我们对这些事的观感是怎么样 既然你很向往 或者可能觉得 一个这样的环境下 我能够可以放假的期间 去到一个比较远离市区的地方 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也好 或者是欣赏一下风景 很放鬆的地方 没错 这样的地方都好 这样的时候 你竟然自己去完的时候 你破坏这些地方 你觉得这么好的地方 很可恥 这些人很可恥 有点过不过去 真的很可恥 其实他们可能是这样想的 反正有人撕垃圾 不可以这样的 这个态度非常不好 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好 令我今天很放鬆 我觉得很开心 我在这样的环境下 都可以有这样的地方 帮我呼吸一下 空心空气 或者来玩一下 那你不是都希望 之后的人都可以继续来这个地方 不是希望来到的时候 都变成一个口罩区 口罩区呢 是吗 好像昨天 我觉得不是口罩区 是博毒区 博毒区 因为刚刚他有新闻说了 这些用过的口罩上的病菌 是挺厉害的 是 还残了一段时间 好像昨天 歌臣所说的 珍惜香港这个国家 是 珍惜一下 即是你自己有份的 就要珍惜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香港 有些人说破坏了之后 才可以重生 好像之前那些 焦土 焦土 那些暴徒 烧烂了些东西 都不要紧了 破坏了整个港帖 都不要紧了 只要推到政府 然后由他们 再建立一个 有 新政权 或者他们认可 认受 认为是好的政权 例如 假设 王之锋 做临时大总统 做特首 除非是这样 他们可能会 这样才会深色 就会有一个美好的社会 到时再建设 都不像 他们之前有这么低能的想法 到时整个香港 已经是文不聊生 已经是破坏了很多东西 有些可能是你表面上 看到破坏了 但是有些是内在 例如经济 例如机场 不同的地方 香港整体的形象 这方面都会是 很难去修复 这一节想说一下 其他一件事 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 一个叫做刘穎康 知道 被女友说他不行 是吗 这些太花边 我们先不要理会 看他的样子 他的头都很搞笑 他现在剪了新的发型 都挺7000的 那个啊 十兄弟 整个十兄弟的这种 真的排7000的发型 其实大家有留意他的名字 都知道了 刚刚那年 2019年很多时候 搞一些大型集会的时候 他都发起过很多次的大型旅行 其实他都挺不幸的 有时呢 其实之前有一次是他发起的 他发起过一次的 之前岑梓杰就发起了一个类似的 岑梓杰没有事 他有事 他就被警察抓 当然了 被人抓了 我们觉得很开心 什么事呢 又出来搞些什么呢 看到他那个样子都很好笑 很趣怪 他发现这样 就说了 寒星是吧 寒星 不寒 好像是那些 和很多区议员一起 摆街站 呼吁市民登记做选民 当然是来着的 立法会选举的选民 就在这里简介一下 又说民主派的初选方案 咦咦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喂 你搞初选方案 你有没有问过那些大佬 是不是 好像没有 他好像想抢袭 看得很小 是啊 因为他是不是 不太懂得听那些大佬背说什么 其实之前 当然是 哦 因为梁瓜杰 就在那个 叫做 35加那次的公民党记者会 说过 他说会接受不同的初选机制 喂 他说接受而已 你以为真是震 这个刘永康 很天真 很傻很天真 那其实我再想说一件事 其实呢 他也是 叫做什么 叫做 算不算欺识滅了 哈哈 因为呢 2018年3月 立会保选庄 刘永康因为呢 被选举主任 认为支持港独 就被人DK了 嗯 那结果呢 就由他的 应该叫什么 是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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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永康以前就 跟这个 谭海邦 谭海邦就是 就是这个 范国威的 哦 哦 那 最后 補选呢 咖喱饭就赢了 那之后呢 他的徒孙 虽然他退出了新民主和皇帝 他的徒孙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他依然是跟这个 不洗头的 哈哈 谭海邦搵食的 那他 那这个 劉慧康呢 就提出选举情整 就令到他的施工范国威失去了议席 我最记得和他那时候 做过节目 范国威哭着口 因为和区快典一起 两个都被自己人怼的 因为区快典就是被周庭BB怼的 那之后呢 啊 那之后呢 因为他就被人家说 他 因为范国威失去了议席之后呢 泛民主派呢 都失去了 否决重大议题的关键票 关键票数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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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范国威 失去议席这件事呢 劉慧康说了一句 很帅的话 他就说 他就说 没人得闲理他哦 就是没人得闲理他哦 没人得闲理他哦 哇 哇 你不如吃咖喱饭 我在吃咖喱饭 不要问我 怎么说呢 到底都叫做 施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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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这样啊 是啊 是啊 施贡 为什么当时他退出新民主同盟 就是这个 咖喱饭的政党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2015年初 那当时呢 中大本土学社召集人 劉慧康呢 就支持中大退出学联 就跟新民主同盟支持学联 反对退联的立场有所分歧 那范国威呢 就拉他谈心了 那范国威呢 就这个退联和光伏行动 因为他踢劫之类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有分歧退党 这样就退出新民主同盟之后呢 劉慧康就创立了政治组织 叫做沙田社区网络 这样 社区多些 社王区域多些 那我们讲回 这个叫做 劉慧康搞篇科先 就原来有一个新的组织 有这些组织 哇 都多 好像那些蛇 退皮 咦 他自然都不同了 原来退皮 就说 叫做沙田区政 这个他们的谈话叫做 他就加上六件 沙田区的区议员 古灵精怪那些 搞到街站 七件 七小福 看他头都像七小福那幅头 就说 有些记者就问 哇 为什么来派街站 就说 留意到市民的声音 普遍希望民主派有初选 他说他会参选 他说他都有参选商讨和推荡 希望民主派就尽快落实方案 透过今届选举 希望能够达到这个叫做 议席 就过半的目标 就是35加 哇 他这句说话 虽然我们说他不知道 太医生了 他那个叫做议会过半 他搞了一段时间出来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看 为什么会跑出来 你以为这些懒症 沙田蛇王专区的这些议员 为什么呢 可以说叫做假期 都跑出来摆街站 你以为他们 这些算爆计数机 当然自己也有想过 有没有机会搏一局 选回立法会议员做一下 这样 现在这样说 究竟他 你可以说他叫做 跑出来 喊定先 希望民主派 尽快落实 那个叫做初选的方案 咦 借媒体把口来和梁家杰说 喂 你那些大佬背 你那些大佬背 快点说 究竟我们能不能够参选呢 有没有机会参加初选呢 如果现在他 都好像 你觉得 连起这六件 就是加上那七件 跳出来说 喂 我们很想 究竟怎么样 那个初选方案 你问这个初选方案 是怎样的 那当然自己也想跳进去 试一试 还是怎样的 是啊 如果到时 那些大佬 那些大佬背 究竟那些大佬背 那个方案里面 是否侵不侵这些人玩呢 是不是 还是 多一只 多一只鬼 是啊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不会 因为大家要记住 基仔 冯檢基当年都是 是 被人 叫劝退 是吧 嗯 但是 冯檢基 最后就出来选 是 我觉得这些本土派出身的人 比冯檢基更加 会犯这些老海鲜 我觉得 因为他们一向都不强 那些人 是 架着位 对 对 本土派对这些 全部泛民 一向都是 最想把它代替 对 对 就是 如果你问 假设我代入了刘永康的位置 我会看到梁家杰 在35家的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我假设他 如果像他们这些 那么本土派 还是什么 那些 暂在金钱先 又搞他什么 那么大型的游行 哇 又过百万人的游行 他自称过百万人 哇 我支旗 多厉害 这一百万人 有一部分给票 我都不得了 是不是 就是 都坐定一粒 你这个梁瓜杰 那 我纯粹假设 梁瓜杰 你又不是选 又不是姓 在指手画脚 是吧 还想帮你这个 谁念听证 你怎么好 在里面指挥 你们的公民党 可以霸多少席 是吧 我们要 一旦被我们玩初选 到时就在那 看看市民支持哪一变 是吧 他 这里 我们 就是他们搞初选 我们先讲到这里 都挺好笑的 他就说 由这个 叫做选民主度的初选 最好 而公平 不偏帮任何大党位原则 这个要求是很基本的 相信 不难达到 哇 这个是怎么办 即是 谈店 就是我自己的动知期 就是这么简单 是吧 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的 看了这么多年 但是 他这次这么说 其实 只不过是单一声 就算你找不找我 我都出来选 是的 一旦你 就给我个位置 去选 如果不然 我就肯定 撑枝奇出来 就这么简单 是吧 以前 其实他们都 很多次 包括 梁天琦 都是 真心的梁天琦 自己懂了枝奇 嗯 嗯 那倒是 他就说 暂时 就没有支持 哪些特定方案 还是怎么样 他就 哇 这句说话非常单打 哎 你知道了 他们的方案 是经常转的 哈哈哈哈 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 都好像是 因为 歐乐軒那时候 在广岛区的初讯 又转的 馮檢基哥 又一个 真的 真的转了都不知道 他认为 暂时没有定案 希望 就 提名期之前 就由民主 这个 由 选民主到初选 就是觉得 喂 他们玩到 提名期之前 都还可以搞 那些初选 搞那些事情 那样 那我们 初选那些 自己在那儿 开始了 有些狗咬狗挖 在脚桌下 你踢我 我踢你 我勾腳 自己初选自己救 是啊 是 是 是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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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救 是 是 但是他们 会好些 因为 那个选举 其实是公平的 如果你 如果 你 代表 就是 陳之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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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的 你符合到 資格 那就可以了 那他们面对的 其实我们这次主题 还有另一样的 就是 另一个难关 就是叫做 他就说了 2017年的时候 其实都参选的 就是因为他的立场很本土 他自己叫做本土 你自己 你自己 说到什么 香港自己救 獨派 这些都不敢说 那些渴乎本土 的立场 所以被DQ 他就说了 今屆的情况 都觉得 都不知道 政府的条线 会说他在哪 要什么说他在哪 是不是 你答不回那些问题 就是他觉得 你之前那些什么 选举主任的问题 问回你的 你答得到 那就可以了 答不到 那就可以了 就是黄之鸿是一个最佳的示范 是 对 没错 没错 但是 其实呢 我也挺坏的 会不会是司徒对决 不是 是司公 对途选 对决 都好看哦 都好看哦 是吧 公孙对决 公孙 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是 因为其实 不敢说 就是 每一次呢 都是有这些 因为他的 因为他的司公 都是跟他的师傅 是对决了一次 就是跟阿郑家傅 是对决了一次 是 是 其实 我想 咖喱饭都不应该怪 他的徒孙 因为你做了个坏底 是吧 我学你而已 是啊 其实他应该说 司公 我都是受你真传 所以你应该感谢我 对吧 这些就是 报应 对吧 没错 我们这一节时间 接近尾声 我们都要说一下 哇 他两次有一个 免DQ金牌出来 我看到 大家坐着听一听 他就说 认为 无论是泛民 或者建制派 都要有两手准备 究竟哪些DQ名单 要衡量一下DQ的风险 他就提醒了 经过去年的反送中的运动 他自己叫做反送中 国际间已经密切留意香港的情况 神经病 自己看得太大了 美国也通过了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如果政府大手DQ候选人 只会假反国际制裁 那时候 你们开了晚会 好似美国国旗 慶祝这个法案通过了 很开心 现在怎样 你知道 你之前说什么 什么sir 那些 多少点 什么sir 又说不要让他去美国 要他回来 你说是笨sir 不记得了 因为其实他们 我宁愿在 之前不是说 每一天 要几点 怎样会有那些sir 出来做记者招待会 哦 sorry 你说谁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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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那些 在记者会上 我宁愿不希望 在电视看到他们几个 就是证明社会已经稳定了 没有需要出来 这些记者招待会 是不是 那个感觉 我宁愿你们风平浪静 你们继续做什么 有个是公关的 还是怎样的 那些 做回其他事情 謝sir 我知道你说谁 是 你们默默做回自己的事情 就可以了 我宁愿见你们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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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可以再说一下 一点 呼吁更多选民 要关注民主派初选 他说如果 又是那句 希望 过半 就要否决政府的每个法案 你这么说都行 政府每个派钱都要否决 或者帮他们加薪 是的 否决 是的 把你们的津贴 加入普会 否决 是吧 结果整个人冲去打他 哈哈 到最后 我们这一节 时间差不多了 人家记者都问他了 究竟是否想选立法会 想选立法会議員 他表示 这一刻我不回答你 你又走出来搞这么大的事情 是的 现在忽然间缩一缩 不知道 因为免得被人说 你已经 他这一刻做的 要立到选举经费里面 那 如果你是不想选 我不是选的 你叫市民登记 你今天做一下公民教育 如果你不选 那你就这样说 我们刚才一开始说 这一派人她那时候 懶得懶得 不会 就算你不放假 你现在做了计员 都是在办公室去玩手机 及玩冷气 打电话 食薯片 都不太mudian了 唉 这些就得淡少了 最後原來他們很搞笑,有些人在街站的時候說錯了 我是劉詠康的競選團隊 有排譜什麼選擇 如果人家真的撿到手指就糟糕了,可以說他們經費多少 不不不,口快快說錯,他們太累了 小做事,喊兩句麥克風就很累,怎麼出來做選舉 怎麼為人請命,回家睡覺吧 這一節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謝謝大家,拜拜